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國際風雲 今天是4月16號星期二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習近平因著焦頭爛額 黨媒強調他要抓好這件事 中國多地奇特天象 紅色天空引發不安 民眾擔心地震 支援以色列 美國與歐洲加強對伊朗的制裁 近50名哈馬斯10月7日襲擊的幸存者 在後來喪生 肯尼亞名將承認不易輸掉北京半馬比賽 在廣告時間裡 建議和您分享一位來自芝加哥的張女士的經歷 張女士在做白內障手術之前 被告知血糖過高無法手術 她在嘗試三高代謝保之後 血糖有明顯的改善 一個月左右吃了一瓶 張女士不僅成功地接受了手術 還發現了自己的皮膚變好了 夜間不再頻繁地起床了 三高代謝保旨在通過調節和平衡身體各項機能 促進器官和生理系統恢復正常的代謝 修復自身的療癒能力 健康補充品的效果因人而異 張女士的體驗可能並非典型 我們鼓勵大家在嘗試新產品之前 諮詢醫療專業人員 瞭解更多信息請訪問健康520網站 好的 來看今天新聞節目的詳細內容 中共政府內憂外患不斷 黨魁習近平交頭暗額 15日中共人民網再次刊載題為 拱勞國家安全人民防線 習近平要求抓好這件頭等大事 其中的內容是習近平強調 國家安全問題的講話摘錄 對此有網評人認為 習近平把國家安全當作是頭等大事 意味著他已經感到嚴重的不安全了 在最近一段時間裡 習近平連續會見外賓首腦 目的大多數是希望能夠挽回外資的信心 同時結交小國 讓中共政府看起來不那麼孤獨 然而 其政府不斷地對第三世界國家大撒幣 令許多中國民眾喊心 日前 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到訪的 南美國家蘇利南總統善多吉 期間又給人口僅有50萬的這個小國 提供了不少的援助 其中包括無償提供住房 開放數百億美元的 南美各類合作基金使用權等 根據資料 在2015年 中共人行與蘇利南央行簽署總額 1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也提供了大量的免費物資援助 包括2,000台電腦 360台拖拉機 1,000套住房等等 到目前為止 中共的一帶一路計畫 已經對外投資超過8,430億美元 目的地大多數都是窮國 很多中國網友知曉後在網上大罵中共政府 評論人士楊寧指出 中共在本國6億人收入低於1,000元 許多地方民眾依然看不起病 上不起學 用不上電的情況下 卻給予外國多方面的援助 想想不久之前 青海地震倒塌的土批房 中共什麼時候會為自己的子民免費提供合格的住房呢 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多地民怨沸騰 同時 中共政府在試圖賺取國外政治利益之際 國內的地方政府陷入戰務危機 導致民生設施漲價 近期的消息指出 上海時隔10年上調水價 最高階梯漲價超過50% 廣州發布水價改革方案 新方案供水價格漲價幅度僅34% 還有多地用水價格漲價幅度在10%至50%不等 同時 深圳 福州 鎮江等125個市縣發布 管道天然氣漲價方案 核心問題出自於財政赤緊 政府還想通過主動漲價 市場普遍的通縮局面 此舉卻讓生活不寬裕的中國民眾更加的潦倒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黨媒張貼關於習近平強調國安的言論 評論人老牧撰文指出 200斤已經感覺到中共政權的垮臺隨時會發生 每當中共強調某個問題的時候 也往往就是這個問題變得極為棘手和突出了 他認為 對於中國底層老百姓 如果僅僅只是躺平 那麼問題還比較容易解決 關鍵是 當今的中共國躺平也是需要資本的 相對躺平族 更多的是無法躺平的一族 因為他們家裡沒有田 沒有存款 多地民不聊生 如果放任不管 日後必定會釀成巨變 不知道會從中涌出多少張宣忠 李自成 皇朝來 管 又不知從何管起 目前經濟形勢嚴峻惡化 根本拿不出錢來管這些事情 國內經濟一落千丈 據說失業率達到50% 但是其實80%上下更可信 這些足以說明中共國已經亂透了 無藥可救 老牧認為 民不安 談什麼國家安全 中國幾千年歷史 每個王朝的推翻 基本背後 都有一群無法安定的人 200公斤的這套東西 說白了就是北韓的那一套先軍政治 可想而知 往後走 中共國民與軍隊 與國家強力機關的對立會越來越激烈 做官臨界點 何時到來 對此 有X平臺網友評論調侃說 中共口中的國家安全等於政權安全 維尼太難了 對於習近平來說 王國是最好的選擇 中國多地出現異常的天象 江西 貴州遭遇冰雹和大風異常天氣 武漢稍早前則驚陷了雪紅色的天空 網民擔心這是地震的前兆 中國大陸《九派新聞》4月16日報導 在4月15日 有湖北武漢市民稱 自己凌晨下夜班走在江岸區香港路 發現天空呈現一片雪紅色 十分詭異 持續了有一個小時 而在另外一段影片中 拍攝者指自己在武漢兒童醫院內科21樓 也拍攝到了雪紅色的天空 詭異的景象 當時好多人直呼好像是假的 趕快把家人喊起來看 陸媒報導稱 湖北氣象局工作人員表示 從15日開始天氣是一直在變化 還有強對流天氣 至於為何天空呈現一片雪紅色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詳細情況可以聯繫武漢中心氣象臺 有網民留言稱 要地震了 不幸就走著瞧 情緒化是沒有用的 有先例了 我不是說溢化雲的地方會出現地震 而是周圍上千公里都有很大的概率 這看一眼都夠嚇人的 根本就不敢出門了 還有網民表示 天有意象 各種不正常的氣象 怎麼越來越多呢 地球到底在經歷什麼 九拜新聞注意到 2022年5月7日 浙江周山也曾出現罕見的雪紅色天空 原因不明 另一方面 陝西 貴州等多地突降冰雹 個頭大如雞蛋 據中共央視新聞報導 4月16日 江西上饒 一春等地部分地區 遭遇暴雨 冰雹等強對流天氣 冰雹最大直徑約4-5厘米 導致部分房屋受損 蔬菜折斷 附膜破損 貴州省中部以北以東的冰雹天氣 持續約20分鐘左右 當天受到強對流天氣的影響 江西 張樹市以高校教室玻璃被爆裂 據該校的老師介紹 有部分學生受傷 旁觀者說 當時伴隨一陣閃電大風 江西農業工程職業學校 以教室的玻璃突然爆裂 學生們隨即驚慌亂作一團 有人發出尖叫聲 顯得十分恐怖 北京的半程馬拉松比賽醜聞繼續延燒 比賽期間 現場4名選手齊頭並進奔跑 互相鼓勵的場面引發了外媒的關注 大量評論人士指責辦成馬拉松比賽造假 三名非裔選手毫無競爭欲望 最終中國馬拉松名將何傑以1秒的優勢超過3人 疑似被保送奪得冠軍 而在4月16日 潘尼亞名將馬南加特 對《南華早報》表示 他和另外2個非洲選手確實在北京辦成馬拉松賽放水 他便稱 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和何傑是朋友 他稱 何傑曾來到肯尼亞 我也在無錫馬拉松上為他配素 所以他是我的朋友 但是在6個小時後 他又改口 稱自己在這場比賽中也是何傑的配素員 但是他的號碼簿上並沒有配素員的字樣 顯然是另外一名選手 在這之前 由於4名運動員的腳上都穿著特布球鞋 而何傑就恰巧是特布的代言人 外界質疑 這場公開比賽被捲入了內幕交易 而對於現場的局面 網絡評論人士夏冰表示 當時的情況之下 三名非洲馬拉松選手 哪怕有一個人想要超越 那麼最終獲得冠軍的 應該都不是何傑 從一路陪伴 再到終點前放慢腳步 揮手示意何傑超越 最後在何傑衝線的瞬間 他們都鎮臂歡呼 只能說 三名分別來自肯尼亞 與埃塞俄比亞的運動員實在是太憨厚了 幾乎讓人一眼便能看出他們的淳朴 這次放水讓出冠軍的做法發生之後 奪得冠軍的何傑遭到了大量的指責 被網民們抨擊為丟人 何傑是中國參加巴黎奧運會的代表團成員 也是中國的馬拉松記錄保持者 近期剛剛刷新自己的記錄 但是何傑也在隨後發聲 稱自己同樣是這次事件的輿論受害人 評論公眾號我愛英超稱 原本展現運動員挑戰極限的運動 現在正在逐漸淪為品牌方之間權力的遊戲 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由於內幕奪冠醜聞 北京半城馬拉松正在遭到主辦方的調查 這也並不是第一次中國的馬拉松比賽捲入醜聞 此前的2021年 甘肅白銀致命越野馬拉松賽就反映出主辦方 在策劃等多個方面存在嚴重的失誤 導致21名參賽人員在極端的天氣中喪生 伊朗上週末對以色列發起史無前例的轟炸 美國和歐洲盟國在16日宣布準備對德黑蘭的能源出口 和攻擊無人機領域實施嚴厲的制裁 在這之前 以色列政府誓言要做出軍事回應打擊伊朗 同時承諾考慮美國和其他盟友的立場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表示 美國將與盟友合作 在未來幾天通過制裁 以繼續阻止伊朗的惡意和破壞穩定的活動 他說 我們不會說美國提前瀏覽了哪些制裁工具 但是阻止伊朗恐怖分子融資的所有選項 仍然都擺在桌面上 一位財政部高級官員告訴記者 該部門正在努力爭取G7和其他主要全球供應商的援助 以削弱伊朗的能源渠道 與獲取軍用微電子產品的能力 葉倫表示 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 先前已經採取行動制裁了伊朗的能源渠道 英國首相索納克15日表示 G7主要民主國家已經在制定 針對伊朗的伊朗子措施 同時 應一些成員國的要求 歐盟也正在尋求擴大對伊朗的制裁 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爾後來表示 在與其他外交部長舉行非正式會議之後 我將向對外行動局發出請求 要求其開始籌備與伊朗制裁相關的必要工作 博雷爾表示 該提案將擴大制裁制度 制裁制裁伊朗的供應無人機與導彈的能力 並且可能涵蓋伊朗向中東代理人的武器交付活動 到目前為止 德國 法國和其他幾個歐盟成員國 已經公開支持對伊朗的制裁提案 4月16日的消息 逃過哈馬斯襲擊的以色列幸存者稱 由於哈馬斯在以色列南部屠殺了數百名參加音樂節的人 在6個月之後 一些幸存者無法應對他們所目睹的一切 數十人最終選擇了自禁 以色列人西蒙週二在議會聽證會上作證時透露 10月7日 諾瓦音樂節大屠殺的死亡人數 在襲擊結束後的很長時間之內仍在繼續攀升 那天有364人被哈馬斯殺害 而幸存者目睹了這場大屠殺 據I24 News報導 西蒙表示 很少人知道 幸存者當中有近50人自殺 這個數字是在2個月前的統計 此後可能還會有所增加 有很多幸存者因為心理問題而被迫住進醫院治療 我的朋友們都無法從床上起身 我也是一樣 他說 有一段時間他幾乎無能為力 只能依靠與寵物的交流來度過日常的生活 即使度過了半年 一些幸存者的遭遇仍然淒慘 另一位女士愛嘆 將自己的生活描述為一場醒著的噩夢 我參加了一項研究 監測了我的脈搏和其他參數 並且揭示了我的健康狀況 有多糟糕 我平均每天晚上只能睡2個小時 每天早上7點 我都會重溫 自己躲在灌木叢中 恐怖分子從我身邊經過的時刻 我無法再獨立行動 我需要不斷地有人陪伴 防止那些恐怖的回憶襲擊我 即使度過了那段時間 許多幸存者 仍然難以維持生活 外界認為 超過11萬以色列邊界居民 因為哈馬斯入侵的傷害 生活陷入了混亂 在前不久 德國政府宣布 對這部分猶太群體提供象徵性的付款援助 以試圖鼓勵他們路過難關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也請您要記得點贊 訂閱希望之聲TV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